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徐升东 推新剧建立作 新推荐让我来为您导航 姐姐的担当 女儿的责任 看秀如何精彩演绎 她是楼外楼中大胆泼辣的天之娇女 马蕊 此番前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是暖暖的幸福中的好锦绣 如果将这两个角色做个对比 又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首先这两个角色其实差别挺大的 马蕊是上海富商的女儿 在那个时代其实还挺超前的 她可以接受穿洋装 剪短发 而秀呢 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 然后家里也很穷 又是留守儿童 很认真 很努力学习 我觉得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比较善良 都比较真实 我觉得干小事工没什么 一个小时能挣40呢 而且只是帮别人打扫打扫卫生 你爷爷千辛万苦地把你拉成岔 培养得这么优秀 考上这么好的大学 就是让你出来干小事工的吗 妈 我可以边学习边工作 再说了 现在我们欠人家这么大笔钱 能挣一点是一点 因为妈妈不在 照顾弟弟的责任来说 就像一个母亲一样 但是她又年纪又小 对于这个社会也充满未知 然后面对感情的时候 不知道该选择原来的安全感 还是说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金元 你别瞎想 丁一定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好大农那款 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家人 当时去试镜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你觉得你是好景秀还是金元 我说我是好景秀 因为其实我本身生活中 就是一个活得比较糙的一个女汉子 我也不太会打扮自己 一年到头都不会怎么逛街 我也不知道时下最流行的品牌 可能就是骨子里就是好景秀 掌握更多知识是没有坏处的 而且我给你做测试 可以了解你现在的真实水平 制定更好的学习计划 其实我是一个学习成绩一般的人 然后我学生时期会比较喜欢 跳舞啊 学小话剧啊什么的 心思就会在文艺上面 没想到自己演了一个学霸 还给别人不可爱什么的 就还挺不适应的 我现在就去测试吧 现在 你也太着急了吧 这样才可以测试你的真实水平嘛 我们今天先测试语文 走吧 爷爷 我真的下不去手 你让开 我来吧 你疯了 我爷爷教过我 以前他腰不好我总给他扎 没你不敢干的事 我外公是医生 他会有一些手法 我从小就会看到 但是没有真的扎 因为毕竟学位这个东西 不是说一两天就知道在哪里的 所以当时在拍特写的时候 那个手并不是我的手 这个戏其实有各种各样风格的旗袍 一些改良式旗袍 穿上去也挺舒适的 而且有中国风的韵味 这个戏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么美好的东西 就应该要留下来 就应该要普及 你专业啊 你们两个都这么大呢 爷爷要再教我了 妈 别难过 爷爷他一定会在天有灵 一定会祝福你们的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每到中午大家都会去点各种 好吃的外卖一起分享 那是很幸福的时刻 然后黄曼老师还特别喜欢吃麻辣烫 十次有九次都是点麻辣烫 他能把麻辣烫吃得特别香 而且皮肤还那么好 保养的还那么好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暖暖的家 暖暖的人 暖暖的幸福 就在电视剧频道黄金强挡 我是徐生东 我在新推荐 我们下延就会让大家发帅 不错 我们下延就会准备着 怜患的战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